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呢 我们聊一个大家都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个视频叫登强功 就是什么呢 大家为了松腰 把这个腰松好 关于松腰的问题在太极拳里面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腰是一个很大的功夫 松腰是一个很大的功夫 是一个很大的功夫 好 那么关于这个 我们在明格聊太极视频里面 也有两三次好像还要多提到松腰的问题 那么松腰呢 是在这个太极拳里面呢 它很重要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不是一天两天它就松下来了 不是说我今天知道了这个方法 我明天我的腰已经松得很好了 不是这样的 这个松腰它和其他的太极拳功夫是一样的 日积月累 越松越好 越松越好 它也是有境界的 我们说太极拳放松放松 放松是有境界的 它的功夫比你好 它比你松 你的功夫又比那个人好 你又比那个人更松 那么就是有境界 不是一处而就 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 那么松腰是一个大课题 是一个大课题 在太极拳也是一个大课题 刻刻留心在腰间 这个腰腿求之 腰腿求之 这些东西我们理论上都不谈 民格了解 谈实不谈虚 我们只谈怎么操作 那么前面谈了松腰的东西 谈了很多方法 比如说这个灯墙宫 那么我把这个镜头把它转一下 那么我们转到这个墙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镜头能不能搞好 那么这个 好 那么 好 那么 这个镜头 你看我们看这个墙 它登墙宫说松腰对松腰有好处 那么 好 我说一下这个松腰的好处在哪里呢 这种方法只对于什么呢 对于初学太极拳才可以用 对于腰肌没有松没有感觉的时候 就是初学太极拳的人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么我们把两个脚尖靠在墙上 然后呢 我们把面对着墙 然后向下蹬 由于膝盖会抵着墙 所以呢 你为了不避免向后倒 所以呢 它必须把腰向后 那么 我们把面对着墙 然后向下蹬 向下蹬 向下蹬 然后蹬 然后 再起来 再蹬 好 好 那么 刚才我们给大家看了这个登墙宫 就是 因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话题 也就是我看到好多视频 这个关于太极拳的视频 说 哎呀 这个是不传之密呀 这个是松腰的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呀 这个功夫了不得呀 是一个大的秘密呀 说 这个东西 我明格聊太极 原来涉及到说过 就是我没有做给大家看就是 那么 我今天聊的是什么呢 这一个登墙宫是松腰的一个 初步的功夫 它是一个初步的功夫 使我们的腰 向后 找到一个向后的感觉 向后的感觉 那么 这只是松腰的第一步 只是第一步 在我们明格聊太极前面有 好像有个视频说过了 但是我没有做给大家看 只是在说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松腰也说到了什么的 上一个 上一个视频 不是 不是接着的上一个视频 是前边在谈到松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说登墙 你这个登墙宫可以帮助初学太极学人松腰 但是我们已经会松腰了 已经是会松腰了 比如说我们已经这个练了很多年了 已经会松腰了 我们要追求的 就不仅仅是这个腰向后 是向后 不是追求的这个 那么是追求的什么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话题 登墙宫在初学太极拳的时候 可以练一练 那么练一练 但是 由于他要求的是 登下站起来 登下站起来 特别是初学太极拳的 他不会放松的时候 他就会紧 那么所以我们在练很多年太极拳的时候 就不需要练这个登墙宫 你在打拳的时候 你会松腰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呢 腰向后松的同时 一定要把两边向两边松 向两边松 前后要向前后松 前后松 这个在我们明格聊天集的上一个视频里 也已经说到 也已经说到这个问题 那么 可以说是重复的 可以说是重复的 那么今天我要说的 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东西 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东西 就是说 除了我们向前后松开 然后一个这个松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表示你松腰的一个境界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前后都松开了 那你看我这都是一个一个一个重心在这里 这都松开了 前后也松开了 小腹也松开了 后腰也松开了 那么松腰的另一个高一点的境界 不敢我不敢说它是高级的境界 那就是比较高的境界了 这个松腰的比较高的境界是什么呢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视频聊的一个重点 那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腰部的这一圈 这一口气要把它松掉 要把它松掉 这很多朋友在松腰的时候 往外松腰的时候 他在松腰的同时 他把这一口气 把它在腰的中间 在我们的这个整个这个范围的中间 凝聚起来了 他忘卖 他忘卖 他一忘卖 他中间有一团紧的东西 我 我 我就叫他气 别人不知道 好 那么现在我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在前后左右上下松 前后左右松的同时 一定要把这中间的这个气把它松开 松开 也就是把中间的气向四周上下松开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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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开 这一点 这一点大家呢 可以去体会 那么他的入手处 他的操作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在周围上下松的同时 你感到有一个有一团气在这中间 完全外形上松完了以后 同时我们呼气 我们气慢慢一呼 哎 气慢慢一呼 你中间想象的这个气没有了 散开了 这是松腰的一个高级境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操作方法 明格聊太极讲这个什么 谈识不谈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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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这个理论 即使有的朋友说 我不懂也好 什么 反正我不讲 这个 这个其实我也是懂一点 我连五十年太极权也是经常看书 特别是八几年的时候 这个改革开放 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 刚刚开始 各种书籍 都是雨后春笋 全部都出来了 很多过去的古籍都被挖掘出来 大家看 那时候 看了很多很多的书 所以说不敢说全知道 这起码知道一点点吧 还要是知道一点 但是明格聊太极 我不说这个 我们的 我明格聊太极这个频道的初心就是不了理论 就到你怎么操作 那么 松腰的最高级的境界 不是最高级的境界 这个有一点不太好 就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境界 在松腰的同时一定要把中间的气盘松开 它的操作的方法 我讲第二遍 我们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其实好像已经三遍了 把中间这团气呼出来 一呼出来这中间没有了 但是这只是一个操作的方法 真正你练一段时间以后 就不要呼出来了 你就直接不想着呼气了 你直接把这个气一散 散在周围 上下左右前后散开就行了 直接散开 就完成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这就是操作的方法 很简单 我们说太极圈特足的拳组 非常非常非常的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非常非常容易 有好多书籍 好多视频都说太极圈难呀 没有名师不能学 字学不能学 这个这个必须口传心瘦 必须有名师等等等等 其实太极圈非常简单 明格聊太极的这个频道的初心 还有一个就是 告诉大家太极圈是怎么练的 你就怎么练就行了 急了 这个这个频道已经开办了大概一年了吧 所以有一千种一千个视频 有很多的朋友 这个说 哎呀找了一二十年没找到东西 听明格聊太极听了以后 毛色顿开呀 真是非常感谢呀 这个 有的这个 寄东西来 这个要地址 寄衣服来什么东西 其实我都回 我都回觉 我说你不要不要寄这些东西 寄这些东西 寄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没有意思 什么不是说 但是呢 他有的人他确实是 想表达 所以最后我们在那个 每一个视频的下面都写一个paypal账号 你买杯咖啡的钱 你打赏一个 买咖啡的钱 也很高兴 也很高兴 这个这个 这个确实就是一种 什么呢 就是一种 成全 是一种成全 什么是成全 对 我想说 没人听 你来听 你就成全了我呀 对不对 他有的 确实就是我遇到的 有一个 有一个朋友 听听众朋友 特非常 一定要感谢我 没办法 他说 那说 就是说 这种这种 你怎么办 你就是老是回绝他 老是回绝他 也不行 所以呢 就是说 哎 我呢 下面一个paypal账号 他也是对他 也是一个成全 也是一个成全 这个成全 好 那么呢 就是我聊这个的目的 没有 没有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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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 那 因为这个 我们明哥聊太集说 我们民间的传承 都是 语无伦次 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朋友已经批评我 说你这个 这逻辑混乱 说明哥聊太集的逻辑混乱 方法错误 不符合科学 没有科学性 没有文化 害人害己 不懂装懂 说明哥不懂装懂 明哥是不懂装懂的 这个 我从来不反驳 我从来在留言上 我不说 我也不跟他理论 理论 为什么呢 就是 这是太极权的 也是太极权的一个境界 也是一个境界 就是太极权 你和别人争论争分相对 他就不是太极 太极是你来了我走 你走了我跟着 这是太极呀 那么这个太极权 粘连年谁啊 对不对 那么你跟我辩论 我不跟你辩论 我不跟你辩论 对不对 你要打我 我不跟你打 那明哥 你有一秒钟给你KO了 我不跟你打 这也是太极的一种境界 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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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简单的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朋友 今天主要聊的是 这个东西不要忘了 就是颜色和松腰 我说颜色 就是上一个视频 我们今天每天发两个视频 上一个视频说颜色和太极权有什么关系 那么今天 这是第二个视频 这个脑子想叉了 就是说 这个就是说呢 什么呢 就是说的是松腰的一个 比较高级的一个境界 这是这个视频的中心 入手的方法 说松腰的事情说三遍 就是你把这盘气也松开 入手就是把这个气先呼掉 没有了 那一段时间就不要呼了 就直接把气散掉 上下左右搁到扇面中间 这样这个腰就真正松开了 好 那么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明天再会